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相爱一场 就此别过 爱情失败了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而是一种历练 是人生路上必有的经历 会让人成长 人生里有很多放不下 其实都是突然一下子就放下了 没有高人之地 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或是阳光灿烂 或是阴雨连灭 盯着眼前匆忙的人群 叹口气就放下了 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大动干戈 而是悄无声息 彻底放下一个人 只需要平静 因为 一 爱的反面从来不是恨 而是冷漠 你是爱一个人 又失去一个人 全世界都觉得你会像孩子丢了心爱的玩具般 大哭大闹 不休不止 失望攒够了 也就离开了 成年人就算分手 也不想闹得难看 两个人的事情 何必沸沸沸扬扬 让全世界旁观 想到我表妹 我们整个家族里最受宠爱的小姑娘 大小就泡在蜜罐里长大 爸爸头 妈妈爱 收获了最多的关注与目光 做什么都肆无忌惮 谈个恋爱 也谈得风风火火 轰轰烈烈的 用了力的去爱 贫了命的付出 到头来就换了那男生的脚踏两条船 他甚至还让别的女生怀了孕 我们这些大人 都以为小姑娘叫宗惯了 又是孩子信息 火爆脾气 这回铁钉受不了 就算没有要死要活 也会搅得天翻地覆 可谁知 小姑娘竟是没哭也没闹 辞了工作 搬离了她家 一个人默默从北京回到厂上 临走的那天 还坐下来和她平平和和吃了顿饭 我觉得心疼 又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一个人遭遇背叛 可以表现的这般理智 问小姑娘 你就一点不恨吗 得到的回答是 失望到极致 连恨也谈不上了 只是对这个人 再也没有了期待而已 是啊 就像那句话说的 爱的反面从来都不是恨 而是冷漠 既然你亲手写下了结局 那我们都应该试着接受 在不同的世界里 各自安好 在漫长的时光里 相互遗忘 也许我还会对你笑 但没有了期待 只有坦荡 不删除 不拉黑 不代表依然眷恋 只是你在或不在 都撼动不了我的好坏 二 过去再美也是过去 你总觉得我的离开 是因为冲动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蓄谋已久 经历了太多次的难过 失望和无助 就像是堤坝下 逐渐因亲事而脱关的缝隙 但这些你全都看不见的 你看见的 只是它崩溃的那个瞬间 而正是那个瞬间 注定了我们的结局 过去再美也是过去 回忆再多也是回忆 没有你的日子 我会过得很好 至少会比现在好 想起豆瓣上的高分电视剧 香港爱情故事 真的吸引了很多人的注目 里边的父母 一起走过快三十年 在孩子们即将成家立业的时候 妻子突然提出要离婚 为什么 因为收够了丈夫 收够了三十年来 她的大喊大叫 从来没有和颜月色的时刻 收够了三十年来 她的目中无人 永远没有检讨自己的时候 她在这个家 一直是摔手掌柜 一来伸手 饭来张扣 比任何人都更享受 以至于走到而今这个局面 无论孩子们怎么卧血 劝服 哀求 妻子都在无法说服自己 再继续忍受下去 我能理解这种感受 爱莫大于心思 因为对这个人 彻底没了期待 于是关于未来的样子 不会再有任何设想 就像那句话说的 无论你改与不改 我都不会再给你机会 无论你后悔还是不后悔 我都不会再参与你后半程的人生 无论你未来过得好 还是过得不好 我都不会再允许自己 像从前一样飞蛾扑火 三 云淡风轻 才是对你的报复 谈不上多不敢 因为关于往事 你决定一笔勾销 谈不上多怨恨 因为关于过去 你决定试着看看 那些热烈的日与夜 那些深刻的苦雨天 都真实地发生过 而今 却是真实地放下了 就像那句话说的 也许元旦风轻 才是对你的报复 人生的深情与无情 本来就是守恒的 过去有多执迷不悟 放下的时候 却有多清醒决染 还记得流金岁月里的 诸所所吗 被谢洪祖热烈地追求 一步步被他打动 一点点被他收买 直到最后 终于决定和他结婚 周围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诸所所还是义无反顾 轰轰烈烈地爱了 又轰轰烈烈地嫁了 结果呢 为他受尽冷夜 被人反复羞辱 为他生小孩 自己在产房上 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刻 他这个当爸爸的 却不见踪影 为他放弃原本 脱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在他破产的时候 卖房为他还债 这般忍之以尽 却换来他的欺骗 退缩和辜负 直到经历了这种种一切 索索才终于决定离开他 分开的那一刻 没有责怪 也没有诋毁 没有破口大骂 也没有恶语相向 索索只是像个老友般 平静地懂他道别 才平静地祝他幸福 而我想 这正是告别一个人 最好的姿态 不再为他流泪 也不再为他心软 就算他拼死挽留 也做到不为所动 不再对他呵斥 也不再对他抱怨 就算他真心悔改 也做得到头也不悔 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们之间就这样算了吧 有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说再多也没用 没有什么可以粉饰太平 也没有什么可以 让一切再回到原点 是我放弃了你 是我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 那么从今往后 你热闹万子 还是孤身一人 你开会大笑 还是爱人伤身 你岁月静好 还是坎坷不平 都同我再无关联 我祝你余生幸福 但我不会再参与你的余生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真正地放下一个人 是不思不想不联系 就像流进岁月里的朱索索 对谢洪祖 就算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伤害 也不会再有什么怨恨和不感 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 罗子军 对陈俊生 就算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也不会再有太多的情绪 起伏和难以下宴的委屈 就像致我们冲枪逝去的青春里的正威 对林孝正 就算知道他将远走他乡 也不会再打听他的消息 不会再留意他的去向 不会再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正所谓没了爱 也没了根 看透了一个人 便也看清了一个人 从而终于可以放下一个人 相爱一场 就此别过 往后余生 愿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各自有各自的欢喜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延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